哈喽凯倫你好 哈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先讲一下你为什么叫少女凯倫 好那时候我的英文名字叫凯倫 那这个少女凯倫的标签 比较像是五年前我在第一家媒体工作的时候 因为是小编这个职务 那时候很流行小编要有一个名称 让粉丝可以追踪你 而且会让你就是不露脸 然后制造一些神秘感 所以呢就想了很多 因为同事有一些叫什么小姐啦 或是叫是小妞等等的 都是这样子女性的标签 我想说我有个少女心 就叫做少女凯倫一直到现在 这个就是有些粉专呢 通常都有好几个小编 那有时候发文呢 要辨识到底是谁发的文 所以他们每个人最后都有什么编什么编 反正就是有一个个人识别 那也容易让粉丝比较好 跟这个什么编互动就对 那你就那时候你就少女编 就是要直接tag我自己叫少女凯倫 然后也因为这个识别关系 所以起初粉专在经营主流媒体的专业的时候 已经大概有个人有1万5、6千个粉丝 他们都是因为主流媒体的原因 然后进而追踪到我 所以你们那时候每个小编 个人还有成立粉专就对了 对对对对 就那时候公司的操作就是 每个小编要有自己的粉专 就是一个规定 但是他这规定也很好的是在你离职之后 他一开始就有说这是属于你的粉丝专业 公司不会管你 所以你离职之后你也可以带走 就可以帮助你未来的人生 然后的确有帮助到 就不会强迫你关掉 或者是把这个管理前线缴出来就对 因为他们也没有在干涉你说你当时一定要发什么文 或者是进入到你粉丝的管理员 他就是很随心所欲的 希望你可以发一些文章 让粉丝知道你是谁 你是什么样子的风格 然后让他们真的喜欢上你 然后也帮助公司说 在你发一些文章可能有被抨击的可能的时候 还有一些粉丝会来帮你护航吧 声援 其实这个公司算是蛮开明 而且这个脑筋算动得比较快 因为有时候如果你不把小编培养成网红的心态 有时候他发文就会比较不负责任 或者是他就比较不会有上进性 那当你的小编慢慢自己也当一个网红的时候 他就会企图性越来越强 他的发文或各方面 或者是自我经营 或者是一些操作 他就会更吸引 所以会对个人帮助非常大 对就是当时我没有觉得这个帮助算很大 但是直到现在可能近三年来 就是如果当时没有这个粉丝的话 也许就不会有现在的我 因为我没有一个发声的管道 或者是我没有一个已经有够多人关注的基地 到现在原本是可能只是发发废文 就也是从那种25岁开始发废文的人 但是现在已经不太发废文 就是可能会发自己的作品跟文章 然后粉丝也跟着我一起成长 所以有这个空间算是我可以表达自己心声 然后去告诉大家我关注什么事情 然后大家也可以一起来关心 不过如果你是现在才经营的话 也不是说就不会被关注 而是说效果会比较有限 而且会比较慢 就是你要从头现在才开始 而且想到现在从头开始会觉得很累 因为其实说实在这过程中也摸索非常久 因为一开始是公司粉专 但你离职之后就不属于公司 你有时候你还要特别告诉大家 我已经不是这间公司的 所以就变成说是我自己要去维持这个粉专的风格 跟去想想大家到底喜欢什么 所以有一段时间我还是 因为女生最容易按赞或是被人家分享的文 就是那种自拍啊 或是什么长腿罩 类似这样 所以有一段时间我也想说 那我就先充粉吧 然后就拍一些美肌罩 对或是自拍 可是久了就会有一些粉丝的留言 是属于就是关注你 比较知识型 他要看你 知识 对就身体就说 你今天张很漂亮脚好长 类似这样子的回复 然后都是男粉虚多 我就会觉得让我心理上不是很舒服 就真实的我会觉得好累哦 这样子 就不够落实了 就感觉很虚对不对 就是因为你拍的很漂亮 然后就一堆人赞美你 而且通常都是男生这样 对就会觉得说 那我之后长年下来 我还是要做这些事吗 就觉得好像太肤浅 所以我就有刻意的半年到一年的时间 完全没有发自己的照片 都是在发我的文章啦 或是我写作 或是我关注 我喜欢摄影 我喜欢拍别人风景照等等的事情 久了大概这段期间 粉丝就有被洗掉 然后他们都 男粉丝就留掉了 对对对 就是留下一些现在知识性的啦 或者是比较愿意跟我讨论一些 时事的粉丝们 对对对 所以其实这一路的过程都是经验 就是你发什么文 你就会吸引什么粉丝就对 对对对 就有点像是 你是谁 你就会吸引到你身边 跟你在做同样事情的人 认同你价值观的人 因为毕竟你个人是比较知识型 所以你实在不需要跟那些小魔比 就去露脸 或是露一些身材这样子 对对对 好 那其实你这本书 还是有把你一开始的家庭背景 先讲一下 对不对 没错没错 你要不要先把你家庭背景讲一下 你妈妈带着三个小孩 对 然后家庭背景比较特别 因为在我出生之前 爸妈就离婚了 也就是说 在我妈妈怀孕的时候 父母爸妈就离婚 就单亲就对 所以我一出生的时候 就是单亲的状态 我也没有去想说 怎么没有爸爸这个角色 因为一直以来都在我生命中没有 但是因为我们小时候 现在我妈妈 我们总共有三个小孩 所以就是一打三 对我两个姐姐 那一打三 你现在想想这个状况 已经很累了 那你把时光 推回到二十年前 其实就是 在资源非常匮乏状况 下一个女生 要带三个小孩 然后去成长 就当然是创业 那也因为可能租屋 所以我们常常搬家 常常必须要去换领域 那妈妈才有办法支付我们三个人的 四个人的生活费 所以从小到大就 我有记忆开始 就是一直在帮家里的忙 小时候是做手工代工的 电脑工厂代工的 那主要就是做电脑 现在后面那个USB的零件 做组装 供母片把它装在一起 插IC的 对 所以就是那个时间 就是你下课 然后你必须工作到凌晨12点 或是1点 然后你再从工厂走回家 所以在过程中你就每天 这个你装完一箱 你还有一箱会直接倒下来 所以我的手就非常的粗 都跟女生 现在也是 现在很粗超粗 就是没有办法 因为你从小就是没有划过 就是粗粗的 所以几乎是从 我从幼稚园开始一直帮到小学 因为大陆签厂的关系 大陆签厂潮 所以工厂就关闭 那有一整年的时间 我妈妈就在家里想说 不知道要下一步是什么 刚好一张开照相馆 所以就我妈妈去照相馆 大概当了几年的店长之后 就决定自己开业 创立照相馆 大概是我国二的时候 那国二国三的时候 你其实应该要准备升高中嘛 但是我们一样下课的时候 就回家帮忙顾店 一直到我研究所毕业 所以就是我常常的25年来的人生 都是半工半读 尤其在大学 除了我们家有店之外 也要自力更生嘛 也就是说我们要半工半读 所以在大学的时候 除了上课之外 也要去打工 那我比较特别 我是私立学校夜间部的学生 所以白天就一直在打工 打了完全不一样的领域 可能我有待过法律事务所啦 餐饮业啊 然后最后有机会到媒体 打工这样子 你跟你两个姐姐感情好吗 会不会计较你们三个 计较 就看如果你的在意某件事情的话 就会互相计较 是不是一定的因为家人 可是如果是真的是大事要帮忙的话 就第一时间一定是支持 还是很团结就对 对算是蛮团结啦 以这样子来讲 因为像我大姐 她最近就说 她要去爬御山 还抽到那个御山登山团 然后正常的家庭可能会想说 你不要去啦 很危险啊什么之类 但是我们所有人都说 那你要记得准备好水壶 你要记得准备好什么高山震能药 这样完全没有说 你不要去 就是先帮她想办法 比较是这样 都帮她解决 那个记得提醒的事情 对就是想说 我们的选上里好像就没有说 你不要去这件事情 就是会去说 你要去的话 记得要准备什么什么 类似这样 对比较是尊重 她想要做什么就去 然后我们一直从小到大 好像也都是这样 所以以至于到 为什么在书中要提到家庭这件事情 就是我觉得到现在 我好像做什么决定 或是我怎么想都跟家庭背景 跟这个养成的东西有关 那你大学就已经很习惯在外面工作 那为什么这个后来又决定要念研究所 是这样 因为我刚刚有提到 我是私立的大学业监部学生 在社会上的话 学历就是真的不好看 那我当时最重要的契机 是我去电视台打工 在电视台打工的上站时间 是凌晨五点到下午两点 那我就是我家住在新庄 就是新北市的新庄 然后到内湖 电视台都在内湖 对 要穿过整个台北市 没错 而且我起车的时候就胆子大 就是我每天起车来回 就两个小时 一趟就是一个小时 那凌晨四点就要开始骑 那冬天非常的冷 所以在那段时间我觉得我非常辛苦 就是为什么那么累 但是我在电视台就有觉得说 怎么有一些高阶主管 他们感觉就是很聪容优雅 闲闲的 那时候我比较天真 接触比较不多 就觉得说他们好像说 我说什么下面的人就该做些什么事情 那我在工读生的角色 我就是非常的奔忙 我一刻都没有时间休息 还要帮忙买早餐 然后主播还会说 吐司要去扁 你还要把他撕掉 吐司扁 类似这样子 就是大家的工读生就对 对 然后你可能主播还会强调说 他要他的椅子上的高级的毛毯 你要帮他拿进主博室 类似这种状况 就觉得说为什么他们都那么好 就是类似这样 后来就有人跟我说 因为他们都是研究所毕业啊 他们这样子就是才能当上管理职啊 即使你刚出社会五六年还不是管理职 可是到最后要选关键的时候 一定会是从学历先开始 这还蛮正面的回复 确实就是如此 是对 我现在还不太非常确定 然后但是就因为这个观念 所以我在从进工读生开始 原本我是完全不喜欢新闻的 我也是意外了 进到新闻媒体圈去打工 之后 在我报考研究所的补习班 只花十天的时间 我就决定那我要去报补习班 我要考研究所 就是这个状况我就考了研究所 那其实准备时间非常的长 大概有两年时间 正常的人准备大概半年到一年 但是我花了两年时间 因为我知道我不会读书 我真的是大学 因为夜间部都是报告 加上我们科系啊 主要的考试都是你上台报告啊 教简报啊 教一些就是你不用考试 笔试的东西 所以我大学期间 大概就只读过两到四本书 就是还是什么 必修的国文英文 伦理学 而且夜间部应该会比 日间部松一点吧 对不对 因为他都会体恤 大家都是在职进修 所以都会稍微松一点 会吗 会如果要跟日间部比 他真的是稍微松一点点 而且其实上课的话 老师也会给你蛮多时间 就算你可能上课聊天 不太认真 老师也不太会管 对 就是不知道是不是科系上 也算蛮自由的 因为是传播系 对 所以在整个各方各面 要求就没有到很高 其实你觉得 没有到非常认真 但成绩还是会过 或是成绩也不错 但是相较同学来讲的话 我算是成绩比较好的 那一个 对 好那后来呢 就到嘉义去念书嘛 考上研究所 中正大学 考上中正大学 我觉得算是一个意外 因为我从来没有离开过台北 那时候 所以那时候也是蛮害怕的 我就连在报考都还有 有些问老师说 如果我上了不想去怎么办 老师说你先报 谁准你不报这个果立的 你以为你是谁啊 你一定会上吗 类似这样 然后就好了 我报 所以它是我压底线 最后一天截止的时候 我才交出去的学校 其他就是我都 也是很正常 报一些台大政大 就是一长天开 觉得自己会上 后来我 我报了时间的研究所 大概一半一半是国立 一半是私立 私立都有上 那国立就只有上从中正 而且是被取第二名 就是整个录取名单的最后一名 那在所有私立 跟一间国立的比较之下 所以就是好像觉得说 我花了两年的时间 我应该要去读国立的 不然我干嘛花两年的钱 两年的时间 还有两年的心力 去准备这些被审资料 所以在种种状况之下 我就去嘉义了 然后一开始非常不习惯 对啊 因为那个中正大学超级大 而且出来周遭都是田 对 都是凤梨田 然后所以一开始去的时候 就几乎每一周都回台北 就是我上课三天的话 我觉得最后一天 一定会回到台北 那每一天来回 一次一趟来回就三小半 或四小时 就那时候已经坐车 坐到我只要睡着 醒来的那个时候 就知道窗外在哪个城市 或是那个建筑 就是哪一个县市 我大概就知道 我再多久要到嘉义 再多久要到台北了 对 然后后来过了两 一年半左右吧 就是那段时间 我后来非常喜欢嘉义 也很喜欢那种生活 因为我觉得太惬意了 就是在台北 好像你一回到台北 就很多人要找你 然后你就很奔忙 而且一到台北 你就会心情就会烦躁 就那交通啊 就让你感觉很不舒服 对不对 非常的就是很吵杂吧 路上的交通 然后嘉义它是 嘉义的交通并不太方便 就是像我那时候 要从学校 就一定要有摩托车吧 对 是少 然后你一定要摩托车 你没有摩托车 几乎就没有脚的意思 像我那时候 从学校到高铁站 嘉义高铁 我就转了七次的 不同交通工具 我先走路 然后脚踏车 公车 BRT台铁 这样转完之后 一到台北 一到站打开门 就是捷运的衔接站 然后我就那时候就觉得 天哪 为什么差那么多 对 城市落差好大 对啊 好 然后后来你最大转折 是除了你的研究所之外呢 是2014年 你到韩国 是 对不对 那时候是去游学 对 我那时候是交换学生 去一年 去 其实去半年而已 但是我去韩国 就是算一个 大家觉得 比较特别的国家 因为有人会觉得说你都出国应该去个日本欧美这样比较夯的国家 那虽然说大家觉得韩国现在很夯 可是我出国的时候是2014 那时候有那个电子瓦的事情 所以基本上台湾人非常讨厌韩国 然后你同学都会跟你说根本全韩国啊 黑瓦事件 对对对对 就是一直想要吵吵你等等的 那后来我其实我当时去是因为想要找一个台湾人比较不会的第二外语 因为大家都蛮多人会日文的我想说对我想说韩文比较少人会 我就这样在一个天真的冲动状况之下就去了韩国 为什么说天真是因为完全不会韩文我就去韩国了 然后韩国的学校就是在大学里面的语言中心他用韩文叫韩文 所以一开始我就是鸭子听了一状况完全不知道老师在干嘛 但是老师可能多多少少从他肢体直到他想要表达什么 再问一下隔壁的也会讲中文的朋友就这样子一个要慢慢学下来 一个礼拜之后我就可以问路了 所以其实语言上的成长是有 但最大的转折成长是因为我第一次感受到人生是这么自由的 因为像我刚刚前面提到我在2425岁以前的人生就是一直在办公办读 然后帮家里的忙然后上课 人生就讲我还曾经问我同学寒假的时候都在干嘛 时间那么多要做什么事情 然后他们就说你就是去做你喜欢的事啊 然后我就一直想说那我喜欢的是什么 其实我不知道直到我到了韩国之后 每天除了上课只要上四小时之外其他都是我的时间 就开始自由 对我就开始感受到 我觉得好像原来当一个学生是这么的单纯 这么的简单这么的轻松 我那时候的烦恼只有我这个单字背不起来我怎么办 然后我跟朋友分享这个烦恼的时候 他们都想打我 就想说我们在这边工作那么辛苦 然后你出国还有时间在那边想单字很难背 但是那半年的时间就给我很大的养分 因为我发现我很喜欢拍照 我很喜欢摄影 就是我那时候就拿着我的单眼到处去拍一些美照啊 就很喜欢拍风景 也很喜欢拍一些景色日出夕阳类似这样子 对啊而且你们家那时候开照相馆 应该你对摄影就更敏锐 对就是会潜移默化啦 会觉得说没有什么难得 反正我不会我就跟别人学 就是好像不觉得他是学不起来的 然后倒不是说真的非常非常专业 只是说可能在构图或是敏感度 就是大家拍觉得拍起来还蛮好看的 对所以你是在这个2015年才正式的进入职场 对2015年10月 就等于是硕士毕业了 对那时候其实那时候是快毕业还没有毕业 是剩下最后一个口试的阶段 硕论要口试 然后因为真的只是剩下一点点我就先找工作 那时候其实也已经2526了 然后就同学们也已经是主管了 当大学同学们已经是什么高阶主管啦 或是至少是小主管或资深 结果我还在还没找工作 所以就觉得好像那时候会觉得 为什么我读研究所要花那么多时间 其实也会有一种迷惘 或是觉得我会不会做错一个决定 然后到直到 就等于说我大学毕业三年半的时间读书 然后我同学在职场三年半 我出出社会他可能已经是主管 对那面会有个比较 对啊 那2015年那时候你就是一开始先进入 就是网路媒体那时候就成立粉专 一开始讲的嘛 就公司鼓励你成立个人粉专 你才开始进入这个比较熟悉的 所谓的自媒体 但是蛮大的改变是不是在四季澳美 也是蛮重要的一个经历 包括这个创办人 丁玲娟也帮你写这个推荐 对他帮我推荐序 我很感谢Oliver有帮我写推荐序 因为我这是我从来没有想到 就是我可以邀请前老板 帮我撰写推荐序 甚至也觉得很不好意思 因为其实我在四季澳美的时间 并没有非常的长 但是那段时间重要的是 我从大学在电视台打工 就非常想要当记者 只是因为像我刚前面提的 我三年半当读研究所 已经没有电视台经验跟背景 那其实媒体这一行 对媒体这一行他要的是经验 他不在乎 他不太在乎你的学历好或不好 他要的是你一来就可以上手 马上做就不要再教你 对不用花太多时间教你 一来是没有时间教你 二来就是如果你不太上手的话 你一定会被骂 然后你这样等于消耗公司的一些资源 或者是什么的 所以在那段时间 第一份工作是小编 再来就是你想要直接从小编 我以为我有新闻经验了 可是小编对电视台来讲 好像也不是太大的真正的经验 就是以记者这个角色来讲的话 他顶多确定你在新闻圈有待过 但是他还是没有办法 觉得你可以马上当记者上手去采访 所以到那个时候为什么 明明想当记者 却从小编先去当公关 也是因为这样 是因为公关这个角色 是我大学的时候 我知道我很擅长计划 也很适合做公关这个角色 那我们 我第一家的媒体比较大 那媒体就一直觉得说 如果你要去跳去 其他媒体没有什么发展 因为我们就是那时候最大的 也是现在最大的网络媒体了 所以我一个感觉是 那我要找到一个 我能够说服我公司 让我顺利离职的公司 所以那时候就到了世纪澳美 我也觉得是幸运 因为听说澳美集团是很难录取的 但是我刚好就录取了 我从面试到录取不到一个礼拜 所以我就这样去了 另一方面是我想先确认 我的公关跟企划这个技能 够不够在业界上是 称得上能力的 然后第二个目的就是 想知道我到底都想当记者 就抱持这两个心情 我进入到公关产业 那当然我后来觉得说 我的公关企划这个技能还OK 不至于说我再去当记者 再回来的话 还不能录取什么的 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 还有我非常确定 我真的超级想要当记者 所以我很快的又提离职 就又到回到电视台 回到媒体圈 就是测试你的决心 对我觉得好像是这样 看看你到底多想当记者 现在一个算是很大的一个广告公关公司 最后你还是想做那就是 真的是你就回到所谓的本业本行这样子 没错 而且其实我觉得那时候要放下 现在看起来并不太容易 因为它是一个非常大的公关集团 然后支援很多 支援很多 你的客户也很大 那可是对我来说 我好像比较在意喜不喜欢 跟生活上的一些感觉 就是可能那时候会一直觉得说 我客户要什么 我就要改什么给他 有什么美工的东西 用钱最大 对一天改个二三十次都很正常 所以我就觉得说为什么 而且我这么辛苦 做出来是客户的 就那时候的比较幼稚的心情 就觉得是这样 就想说那我没关系 我26岁应该还来得及 所以我就放弃这个美丽的公关的职位 然后到了电视台 而且是从公读生开始当起 就是我已经从 我从正职转回到公读生 就只剩下一个月 大概一万或七千不到的薪水 对 就先在公读里面等机会就对 对比较是这样 那时候也是电视台没有缺 但是他们只听到 我想要从正职转回公读生 好像有被我感动到 就是我那个面试的主管 他就愿意让我再当公读生 然后我刚好就等了三个月之后 就转成正职了 对 然后这时候就开启你的斜杠 对不对 就开始你在网路上 也有开始发表一些文章这样 对 那个时候大概2017 我比较正式的 有发表自己的文章 对 为什么会写一些宠物的方面 你是个人喜好吗 其实我家有养非常多猫咪 对 就是二十几只猫咪 所以在写宠物 主要是谁喜欢 一开始是搜养流浪猫 然后搜养流浪猫之后 照相馆的猫咪就气味相投吧 就越来越多只来 然后我们就喂他 他就会进来 就慢慢的就十几年来 就二三十只猫咪 对 然后 为什么写宠物 也是因为那个时候 公司缺的是宠物的特约 我写的也还OK 就是什么稿子都可以写 那就有接这个案子 主要接案是因为 太缺钱了 缺钱是因为 就是我吃公赌生 那你出社会之后 就是没有人会再给你钱了 你就要认命 然后那时候我才发现 原来我薪水真的不高 所以我就必须要 什么案子都接 所以其实宠物 特约是其中一个 那我因为硕论的关系 所以我还会跑统计软体 我有接过统计软体的案子 或是会使用Photoshop 跟Illustrator 就也有接一些 美工设计的案子 非常非常多 我从出社会到现在 都有很多案子在手上 那时候就是为了多赚钱就对 对那个时候的目的就是 所以我没有办法我一个月 公赌的薪水大概一万不到 那剩下的再有一万块 我一定要支付我自己的生活费 那时候还有租屋 租屋就已经八千九千了 所以一定要类似干嘛 一直活下去吧 还要很多猫鲨鸟 对不对 你的猫很花钱 那后来是怎么样开始 你开始想到要开始经营个人品牌 是因为被删稿那次让你很生气 就是你写的要死要活 结果稿费还被删坏 你就决定要自创品牌 对那时候 我觉得那个真的是一个很大的关键 就是我们原本稿费 就像讲的那个特约记者 规范就是一天一篇 一篇五百块 所以你一个月三十天 有一万五千块 对我来说就是稳定长期的 而且再接了一年的时间 所以当然还要我继续 以这个费用写范区我也OK 因为可能就抱持着感谢的心 因为我现在觉得五百块真的太少 然后后来大概写了一年多之后 他就问我说 那我们要不要一天两篇 一篇三百块 那你一个月就等于一万八 就变成打六折 对可是你总数是有增加的 你一万我变一万八 然后那时候我就有点犹豫 就是我犹豫的点 是因为我真的超缺钱的 所以我在想说要不要接 但另一个点就是觉得说 为什么要破坏行情 五百已经很低了 你工作量就多一倍 可是你才多三千块 而且我还有正职 说实在那时候正职已经在电视台了 就觉得说好像 这样有点敬业条款还干嘛的 就是所以我就有跟对方说 我其实现在已经在另外一家媒体什么的 所以后来就是因为这样就是没有接了 再加上我太就很生气 说实在我就是很生气 为什么我写那么好 然后你还要看我的稿费 然后又要增加 对要增加我的劳力 我觉得那时候你是匿名的 对对对对 我就很不开心 就觉得说读者自己看到 三百块写出来文章不会觉得 就是好像被耍一样嘛 就是你以为这家媒体很棒 可是只有你看到的新闻 其实是很廉价的 那时候就有点这种愤恨心情 就是我人生过得很不顺 然后就很厌世 就愤恨把所有的一些职场 不开心的地方 转换成对文章的形式 把它有个系列叫职场菜鸟观察 就把它所有的不开心写下来 然后匿名的因为就是很害怕被发现嘛 所以就匿名发在D卡这个社群平台上面 那D卡也很不错 他们有工作班 一个工作专门讨论工作的 发了发了就好像也受到蛮多人关注 就逐渐建立起信心 大概有 再有就用另外一个方式 就是我本来已经有凯伦这个粉专了 我就换一个名字 那名字叫Miki 我就假装我是别人 发在去投稿到那种比较大型的杂志上 那投稿都有中 就觉得说那既然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Miki 都可以投稿上了 凯伦应该也可以吧 所以就 就有了信心就慢慢把文章转移到凯伦这边 就是告诉大家说我现在有在发文章了 所以你曾经看过很好的文章 搞不好当年都是你写的就对 就也没有到多少篇 但其实有些可能就是会 会是我写的匿名文章 然后有信心之后就开始 越来越清楚自己想要的以及男生的路 就是你专注而且快乐 很专长的事情一直做下去 最后就经营个人品牌 对 但其实那时候就会觉得说 我很喜欢写文章 可是我喜欢的点是因为 我从中有获得成就感 也有从中获得书压跟书发压力的方式 就是写文章对我来说很好 但对别人来说可能有偶尔会是一种压力 但对我来说不一样 所以在这个状况下我就是一直写一直写 后来就是因为有一个聊天机器人的城市 我设定一篇贴文 有两万多个网友要索取我的文章 从那时候就完全下定决心 我要设立我一个个人网站 那时候还没有个人品牌这个名词 那个时候比较流行的就是写杠青年 这个名词 到后来现在最近大家就讲说 你在经营个人品牌 但是其实我永远都一直觉得 书中有写然后我去分享的时候也会告诉大家 就是这些都是被标签出来的名词 对因为我觉得在你做 不论是我前面接了各种案子 或是我会称自己是零工经济 到中间写杠青年 再来就是个人品牌 这不论是什么我永远的核心 就是去做我自己真正喜欢的事情 然后去探索你是谁 你喜欢什么样子的风格 借重你的才华之后去吸引到别人 然后别人就进而关注到你 甚至是找你合作愿意花钱买你的才华 这个才是我觉得在这条路之上最重要的核心 而不只是说我在经营个人品牌 对 可是在整个过程你也提到你其实是个内向的人 对对对 对那内向的人要经营个人品牌 甚至有时候要到处去演讲 或者是包括你办这个跨界读书会 你怎么走出你个人这种内向的这种心情 对其实我在办读书会 读书会是2019年4月开始办的 一开始的场次人不多 然后我非常的紧张 因为我没有自己办过活动 就我会很担心大家都觉得很无聊 或是觉得我怎样怎样 所以一开始就是到现场的时候 我还是很紧张 然后我的参加的伙伴也有发现 我那时候很紧张 他事后才告诉我的 可是因为没办法我就觉得 我好像想要做这件事情 我试试看不行就结束 对就觉得没关系就这样 然后所以当时大概一年 每一个月办一场持续三个月之后 我刚好就要出国去菲律宾三个月了 然后我原本打算心里打算说 三个月之后大家就忘记我有读书会 我就直接结束 就借机把他这个淡化掉 就没有想到那个伙伴们参加之后 觉得非常的好 他就说你不行你 我们中间不能中断 我们在菲律宾 你在菲律宾我们跟你远距 所以他们就决定在 我用私讯方式跟我举办读书会 就的确也是有十几个人 就是我在菲律宾 他们在台湾举办读书会 一样的形式 就让你超级有信心 就让我觉得说 这个社群是好的 这个社群有凝聚大家 然后让大家有感受到真正的成长 因为其实我们读书会 蛮多成员是内向的人 他们只参加我的读书会 或是我们的社群活动 其他的活动一概不参加 所以就是我觉得很特别 那因为也一年多了 所以在这段期间 我完全可以感受到 成员们因为读书 跟凝聚在一起的时候的成长 所以他们渐渐的 也去接受说 我认识新的人 我用人脉跟专业来互相聊天 是可以有品质的交友的 因为对我来说 以前很害怕认识新的人 是因为记者这个职业 想要认识你的人都有目的 想要家里好友的人 都是想要你采访他 要请你帮他宣传 对或是什么 所以那时候我就很害怕 认识新朋友 我也讨厌自我介绍 我不想要告诉别人 我是做什么事情的 真的像我自己 我也很讨厌别人跟我说 我有个朋友怎么样 下一句就是 可不可以上你节目 对 然后我就觉得 有点困扰啦 说实在的 所以那时候我就不相信说 大家有好友是 想欣赏我自己的才华 或是什么的 到后来因为参加了一个社群 它叫做E-Change 是一个非营利的互联网组织 现在是一个社团发人 那这个过程 这个是我完全的舒适圈以外的一群人 他们是在网络圈工作的 那我原本是媒体圈 跟网络一定是不太有交集 那因为想要看看他们在做些什么事情 就访问了他们 访问他们发现 每一个人都很专业 而且在比较很好的公司上班 比如说Google 或者是现在Livebank 还有阿里巴巴集团等等的 很多很好的人 他们很愿意分享 然后愿意告诉 他的专业是什么 然后来跟你交流 所以对我来说 原来世界上真的是有一群人 他们是相信彼此的专业 而凝聚在一起 而不像是我之前那样 好像是都是有目的的 所以那段时间 我大概加入了这个E-Change的组织 花了半年时间 走出自己原本害怕自我介绍的心魔 对就渐渐的相信这个世界上 大家是可以用专业来帮助彼此 就是利他 就是跟这些人交流之后 你就发现其实彼此是可以互惠的 并不是你单方面我去采访你 我去报导你这样子 对对对就比较是这样 然后也是他们让我完全有一个新的交友圈 然后提升自己的思考 或是冲转完全不一样 所以我才有在这个信心之下 也有自己的社群 那社群也同样上我这个角色 在带领着大家 然后让大家也可以越来越好 因为他们参加 我读书比较特别 你参加之后你可以当小组长 小组长之后你还可以当主持人 主持人当的OK就你可以完全取代我的角色 你可以自己独立办一个跨界读书会 所以他们每一个人从原本只是单纯被动的来参加 到后来可以主动的主持 对他们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改变 好那跨界读书会 盈利到一个模式之后呢 你后来是怎么样今年决定把这些 这么多年的心得去把它写出来 对其实在我们的读书会 稍微特别一点 因为我们上线一场就是12个人 不能再多 因为我们run了一整年就是12个人最舒服 但是有很多人他们想知道说到底你在干嘛 所以我们今年年初一月的时候有2020年一月有放有一个旁听的版本 就是叫无限放大版 那一样有12个人来分享 但是我们下面有大概六七十个人你可以来旁听 那旁听之后你想要跟这个参与者交流 你就会被分到他那一个桌子 对你就可以跟他交流 从那一次之后我们原本举办的频率是八周一场 有时候还报不满 但现在的话就变成一个月会有五场 在这个状况之下 对我就好像觉得我一个人没有办法举办那么多 我一个人没有办法每一场都到 或是都是我来主持 所以我在想说我怎么系统化 规模化组织化这一块 那有就开始在今年八月的时候觉得 那订阅制应该可以 订阅制的话我就可以维持说 我成员的数量就是这些 那我用数量来评估我的场次 以及让每一个成员都在转型的阶段 所以一方面是成员他们真的很喜欢这个社群 然后另一方面是因为我的社群在改变 他们也会清楚的感受到说 哦他是在跟一个有未来的组织在成长的 对 然后后来怎么出书 出书哦 出书其实是去年一月的时候 我就已经谈了这本书 那时候原本主题跟现在不太一样 那时候是想说跨界这一块 就讲你本来读书会的任性的 对读书会之前的事情 因为就是可能像你工作 我们记者工作每天工时12小时 24小时on call嘛 就是那时候的总编可能会想知道说 如何时间管理 如何在一个工作非常奔忙状况之下 你还能持续写文章 类似这样子 可是在我谈好出书之后 我就觉得自己很不足够 自己自觉 觉得说这样子的分享经验 怕还是太担保了 因为都比较个人嘛 对然后又是一些职场初期的文章 可能会担心说你出书的话 对一些人帮助并不大 或是你的族群就只能锁定在大学生 类似这样 对就很可惜 所以那时候总编也鼓励我说 那我们就试试看办一些实体活动啊 但是就是读书会 我后来就决定让我办读书会 就是增加交流 对后来我就才发现 从读书会过程中 只是一个很单纯 把想要把线上粉换成实体粉的状态 却变成一个成为他人连结的精神 还有立他的这个意义存在 最近有一本书叫原则 那原则还有十个步骤 类似这样 那他最后一步就是 你也会希望当你不在的时候 别人可以成功 接替或是怎么样 因为你知道你不这么做 你就会失败 所以我那时候就对这个感受很深 因为原本我是超级不习惯 把事情交给别人的人 就是我所有事情我都自己来 掌握住 对然后我也比较不会将神经 直一直追进度 觉得自己好像很累 可是到渐渐可能像在营运组织 我就变成像是一个leader 大家觉得我是创办人 所以会需要各方面听取我的意见 然后转型的时候 每一次都会想要知道我的想法 然后有点像是我给一个大方向 带领大家去往更好的地方走 那他们就会想要follow 可是我完全没有领导 觉得很实质意义的领导的经验 所以我就一直不停的在学习 我也不停的在跟一些CEO 很好的CEO做请教 在这个过程中虽然是一个社群 但它反而就是有给我另外一层的意义 然后希望这个组织是长远的 不要只停留在我一次一次很片面 然后没有核心价值 所以组织就是一直不停的在转型 所以现在就是都可以有很多组织 可以接替你的工作就对了 对对对到年底的话 应该会有七八个可以接替我的工作 然后我就可以去再做更大的事情 比如说我们现在只停留在台北地区 那未来可能就会中南部再来 就是可能会有自产的内容到全国性的性质 主要也是因为希望大家可以透过知识的阅读 或是透过这件事情做人脉的社群交流 那你透过人脉社群可以让你自己突破同温层 或是有更多不一样的知识跟见解 那这样子的话 每一个人都可以透过这件事情越来越好 因为我觉得跟我以前的我差非常多 因为以前我就是不读书的人 但是现在反而就是成为一个 大家好像觉得说我都在读书 还可以促进去介绍别人读这本书的这个人 可是你在业外这样子这么积极的在经营 跟你本业会不会冲突 或者是你的长官会不会对你有些担心 其实我觉得我很幸运 我现在在这个公司的话 限职的公司 我现在是一个媒体节目的制作人 然后记者跟主持 类似这样 在公司也有多重身份 公司本身就是一个蛮弹性的公司 那长官们也都知道我在做的事情 因为可能像我最近出书 我就跟他说 不好意思我应该因为录职前有过什么样子的经验 所以有人找我出书 什么时候就会出版了 有没有是很担心的 然后他就跟我说 好啊就是很随意 然后也很开放 那我就说那我未来还会去学校当讲师哦 他就说好啊 就是完全是很开放性 所以我会觉得是因为现在这个工作 长官们蛮好的 蛮能接受大家发展的好 因为他也会觉得员工发展的好 是对组织可以促进大家一起成长 而且一些收获也可以带回你现在在做的一些专门 对没错没错 能够互相流通 对人脉是互相流通 因为像如果自己有主持节目也是需要邀请来宾 那等于说这些都是吃我自己的人脉 跟我所认识的人 公司可能不会有人帮助我去联系 那我就是自己联系我过去这个时间来认识的人 对非常非常多人 而且这种事情只要你愿意开诚布公 跟上司谈跟长官谈 基本上其实大部分都支持 其实最怕就是你偷偷摸摸 然后被知道之后才会被反弹 对对对对 只要你先告知的话 其实不会有人希望你不好的 对啊 所以我觉得也蛮幸运的 因为我也为什么一开始会担心 是因为前面的职场是 你初期的时候可能完全没工作之间 但是你还是有自己 像我一开始是有在经营网路拍卖的韩国网拍 那那时候就一直自己觉得公司好像不会支持 所以就也都没有说 到那个时候那个状态就自己觉得 这样子一定不好公司一定不会接受 所以慢慢就把这个网拍三 对对对都停下来了 但是因为现在我就是充分让别人知道说 我在业外还有做这件事情 可是我工作上一样表现的不错 因为我在集团内的话 我们网路就是可能文章流量什么的 我在文章流量就是部门的第一名 对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 长官也会觉得说根本也没有影响到公司的工作啊 其实怎么样都好 对对对对 最后少女凯倫你帮我们介绍你的推荐人好吧 你这几位推荐人 好的 那我的书有六个推荐人 其中五个人帮我写推荐序 第一个最好的是那个市教美创办人 也是现在的影响力学院创办人丁凌珍 那他其实是我陈栋架的老板 他愿意帮我撰写推荐序 我是非常感动的 尤其是他也有提到说 这本书他看了非常感动 好像是过去在他 他从我的故事中看到他过去努力的身影 他以前的样子 对那第二个推荐人的话 他是迪卡的创办人 即执行长 也是最近获得富比市亚洲 Under30的亚洲结束青年 叫林玉琴 他的英文名字叫Kid 那其实很有趣是 我的文章发表在迪卡上 最最一开始 那后来有因为采访的工作关系 有幸认是林玉琴 这么棒的执行长 所以我向他提出这个邀约 能不能帮我写推荐序的时候 他也非常的快就答应了 因为他会觉得 一方面用户的成长 对他而言是一种性形态 会觉得说他创造这个平台 他帮助很多人 那对我来说也是一个 我个人生命中非常重要的里程 那第三个的话呢 是一个放弃22K 蹦掉新加坡的博主 他叫艾尔莎 那艾尔莎其实在我生命当中 也是有很重要的角色 原因是因为那时候 我在2016年开始追踪他的部落格 那一直都给我在职场迷惘上很多信心 到后来我出版这本书 完全是因为他写助推荐给出版社 那我才有这本这本书的出版 对 那再来就是一券局的创办人 他叫许权 许权的话因为我们 我们职场历程完全不一样 因为许权本身28岁就年薪700万了 然后我还是一个小鲁鲁的时候 他还是愿意帮我写 因为他觉得我们就是透过专业彼此加成的 因为我有媒体的专业 进入到一券局这个社群 所以帮助大家一起变得越来越好 所以再来第五个是 何泽文 他是之前在世界前五百大的企业担任人资的人 那也有一个社群叫职业实验室 他叫何泽文 那泽文他平常本身也是大家很熟知的 个人品牌这本书的作者 那最近也有一本书叫成就未来的你 其实他在各方面也是非常斜杠 然后非常的愿意去帮助别人的人 那所以我一出书 他就非常的愿意帮我推荐 这也是 这五个有写推荐区的推荐 完全都是在我生命当中 还有跟这本书有意义的连结 所以我才非常希望他们可以帮我做推荐 那最后一个是黄阿玛的后宫生活的博主 就是致命与狸猫 那我刚刚提到我家非常多猫咪 那他们就是看了这本书也很喜欢 所以愿意挂名推荐 那大家也会因为猫咪的关系 有注意到这一本书 对 这是我的几位很棒的推荐人 好 今天非常谢谢少女凯人 为大家介绍他的新书 谢谢